是我們這個旺山財神 那他在以前古代的時候 他就是有去跟一個老人求 然後那老人試給他一個聚寶盆 聚寶盆大家都想要一個 關渡庚的財神洞 每到過年人潮絡意不絕 最連侯海董事長郭台銘 綜藝A咖諸葛亮都來參拜 希望荷包再滿一點 不過拜財神有訣竅 通常會準備五樣的水果 那畢竟裡面還是要有一些 叫做九里來翁 拜拜水果要挑 香蕉 水梨 梨子和鳳梨 台語諧音就是 不過拜財神 芭樂和番茄是禁忌 因為這兩種水果多子 不容易消化 容易隨人體排泄 恐有不潔不盡的意思 不僅財神也愛吃甜 土地公也喜歡甜食 尤其是麻糬 據傳土地公吃麻糬容易黏到鬍子 而各路財神就會來幫土地公 整理鬍子 象徵帶來財運 農曆的新春年間 我們就會可以到財神面前 跟他求個願 講自己的名字 另外民間流傳 正月初五是財神生日 這一天是拜財神的黃金日 準備財庫金 五路財神金 在金紙或樹紋上寫下名字 財神也才會知道你是誰 小佩婆記起來 雖然不一定真的有機會讓錢進口袋 但民間習俗過年應景 討個喜氣 記者程序域收入台北採訪報導